作词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虎夫汽车 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 就是KO版铁技巧的 Artemis Prime 它的包装盒就写着OP两个字 非常的简单而且暴力 那么这款产品做起来的 其实我非常挣扎 做KO的东西如果我感到很挣扎 那大概就是它的表现还是相当可以 甚至用最粗俗的一个说法 在CP值上面它会让人非常难以抗拒 那么实际上这一款的表现倒是 真的是让我有点小意外 那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就把所有的配件的位置 全部都摊开在画面前面了 我是一个非常懒得剪辑的人 通常我会尽可能的一次 把它给全部录完 那么首先是这个超级巨大的战斧 它的后方的话 有一个类似于推进器的一个设计 这感觉好像人家挥下去的时候 这个地方好像如果再喷出推进能量的话 这砍下去的威力就更加巨大了 前方的透明件 那做出一个类似于能量的感觉 那里头可以看到一些实体银漆的涂装的风刀刃的一个部分 做工可以说非常的漂亮 握柄的部分 金属的涂装质感也是水准之上 握柄到末端为止 几乎如果用一丝不苟来形容 应该是不过分的 当然我不敢说它涂装到多么的棒 但是已经是相当高水准的表现了 前方的话还有一个六角的这个钉头的一个感觉 就是斧头的战斗功能的话是很多的 可以从这个地方去顶一些 就是你如果不想杀生的话可以从这个地方顶 那后方这里又有一个刀刃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所以它这个东西 当然它这个刀刃的话被这个东西给挡住 所以它的攻击手段应该是非常多的 我们这期并我们这期又不讲武器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武器这个能量剑它是有一对的 那各位可以先单独看单独这一对 透明部件 那这个是橙黄色 部分前方这个地方比较尖 我开口的时候呢 不小心从桌上掉下去 我真的吓了一大跳 如果掉下去的话呢 小心啊 折断的话就会非常难过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 推一下它会有一个凸出来 你平常可以把它收进去 那么凸出来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可以扣在我们这个玩具本体的这个侧腰这个地方 把它扣上去 有时候的话会连从裙甲一起拔下来 瞬间给各位展示一下这个 这个裙甲是可以弄下来的 弄下来之后也无所谓 它有个插槽 我们把它插回去啊 这样就可以了 那玩具的本体我们最后再来做一个分享 那么再来是两把短饼斧 短饼斧 厚度也是非常的扎实 那本身是塑胶啊 它这个这个短饼斧本身没有任何的合金部件 握柄的部分呢 这个金属的光泽也是做得非常的好 这一期你可能会听到我讲很多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那作为一款不能变形的玩具呢 它势必要在这些小配件上面呢 去下功夫了 那这个蓝色的这个部件的话呢 一样啊 我不小心从桌上掉下去一次 然后有一柄的话呢 这两个柄的这个透明部件就分开了 那所以你可能在这一期的节目里头 你会看到有几张照片的话呢 是没有这个蓝色的水蓝色的这个透明件的 那是因为当时我没有发现它东西已经掉了啊 那么再来的话呢 就很多很多的替换手掌啊 它这个替换手掌的话呢 主要的话 我虎口握住武器 或者是握住斧头握住枪 它这个大小的孔洞呢 都是不一样的 各位自己去做一个选择就行了 那也有这个向前指一根手指的这个替换手 那么也有这个啊 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握 握持的这个可能就可以握这个重型的斧头用的 那当然还有大家很喜欢的这种类似于是 又掉到地上去了啊 这个玩具不知道为什么 它跟地板特别有缘啊 然后呢 其中有一款的话 就是这个枪 那这个枪的话也是可以握持的 枪在握持的时候呢 你要选择啊 选择这个 比方说你如果选错手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它是扣不进去的啊 各位就自己去做个简单的小尝试就可以了 并不难的啊 不要拿不同尺寸的手呢 去握不应该拿的武器啊 那么造型手到底有没有好过可动手 这个见仁见智啊 因为毕竟造型手的话呢 就是比较更帅更酷 那也不会有松弛的问题 那这个枪的话呢 它是这张缩下去啊 前方有个金属部件 你还可以把它稍微做一个缩短 这样缩短 缩短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藏到这个飞行背包 也可以说是这个人物的一个背包 那它这个推进器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把它给收进去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拉出来 它是有细节刻画的 而且这个金色银色 这个漆面 各方面来说层次感还是相当的好 而且感觉并不是很廉价的一个 一个金属光泽 甚至于它后面 这两片翅膀啊 这种有点消光的红色 哇红色吧 确实看上去是非常优秀的 上方看下去啊 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可以往下面按下去 那按下去之后的话 不用这里啊 就是说你可以单独把这地方给拉开 里头也是有细节的刻画 包括内部都是有的 那拉下来的目的呢 是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个武器啊 这样子把它给抠下去 那抠下去的时候 然后呢是这个地方 是朝外扣下去 那这个地方啊 你是要朝外还是朝内啊 像其实差别不大啊 这样扣下去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这里有两个图根啊 你可以把它扣在人物的背后 我们干脆就把它扣上去 给各位看一下好了啊 那它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背部啊 那里后面有两个图根啊 我们把它暂时的呢 先把这个背包给扣上去 人物的背包的话呢 展示起来就是这样 当然这些部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自己做个简单的小调整 那它跟这把星辰键的话呢 有一个小小的互动 它是有附在一个这个插的一个配件 那这个就是把这大的部分呢 我们就直接的把它朝这个地方扣下去就可以了 但是扣下去的时候呢 这个武器啊 这个地方就必须做个转向 然后呢我们把它扣上去 这样一来 就可以把星辰键给背在背后 但是我个人不会很喜欢这样 因为它实在是太累赘了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并不想这样子做 那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武器的这个插件的话呢 把它给拿下来 那这把星辰键的本身的配色来讲的话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联想到太师傅 非常有太师傅的一个感觉 中间也是领导模块的造型 那从这个地方的话呢 给桶签推 它是有个联动的机关的 可以整个弹开来 健身的长度的话呢 跟玩具的本体差不多高 那这里的话呢 有一侧有奥导宝的标志 那另外一侧就没有了 涂装也是很好看 那我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瑕疵的一个 涂起的一个小小小瑕疵吧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东西 那剑尖的话呢 稍微偏锐利一点啊 也先小心这个不要摔到地上啊 那这个握柄的话呢 很长 那我们的话呢 它这个玩具本身还有附带一个 这个一个插下去的一个地毯 内部的话是没有什么刻画 这是一个凹槽 这样子一来的话呢 就可以不使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正常的 让它去插在地上 各位可以直观的去看一下 这款玩具跟这个剑本身之间的 一个伸长的一个比例 那最后这个讲的配件 就是这个地台了 地台本身其实并不需要讲的太多了 就给各位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 黑色了 没有其他的涂装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可以去做一个自由的调整 它的后方的话 这个可能提一下这儿吧 这个地方是跟它的一个屁股后面做一个组合的 那我为什么把它拿下来的话 各位看到 这里头有很多的这个齿轮 这个齿轮跟这个地方 齿轮是互相去卡紧的 但是这个卡紧的目的呢 是为了让你把它固定 所以你不要这样子直接上去掰它 如果你要调整角度啊 请把它拆出来之后啊 再去扣啊 这样子才是正确的一个用法啊 那它那个组合的一个卡点的话呢 是在这个 当然是在OP后面的这个地方有个洞啊 那我们的话呢就是啊 你看你可能很习惯的呢 你就把它拿起来的话呢 就就开始转动了啊 我们先把它给建议是这样子啊 把它给扣进去之后啊 再扣上去啊 做一个你喜欢调整的一个角度 那本身这个展示地台功能性全看你个人 我个人不喜欢用支架 那么这款用到的几率就更低 为什么 它合金很多 站立性是非常稳的 那我们现在来讲解它最后最后的配件 就是它的一个替换的脸 那替换脸的话 它原本默认的是一个戴口罩的一个面部 那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喜欢把OP的口罩给脱掉 然后呢它还有附带的一个脸是 面具是破掉一半的一张表情 然后我不知道呢 是我中奖还怎么样 好像这两张脸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 反正好 我里头是有两张这个脸 是不是要不可能多付一个给我啊 不晓得 那这个脸部的替换也是比较简单了啊 就是从这个地方去把它给打开来 那我们就干脆简单的示范一下好了啊 虽然我个人是喜欢露脸的一个表情 这里打开 然后我们把这个OP的脸的话呢 就是给撬下来 那这个撬下来的话呢 是比较 我需要考验一点点手巧的啦 那平常我个人还是那么一句话啊 我的话呢 会让它的这个脸的话呢是 干脆我们给它换个这个脸 脸破掉一半的样子好了 我们把它给扣下去 你可以看到里头有一些电线啊 电线那可以想象它是一个有声光的 那我前面做那些配件的时候呢 我的一个tempo比较快 因为我觉得配件的话就是快速的给各位做完展示就可以了 大家还是比较在乎的是这个本体啊 这个部分啊 这里把它给扣上 好了 那这个就完成了一个脸部的一个替换 那由于我打的光呢 是这边强啊 这边我弱一点啊 然后可能看上去就更加的有一点阴沉的一个感觉 那造型很帅啊 这个没有话说 美形度是绝对是非常赞的 整体的涂装也很好 我最喜欢的呢 还是它这个烟囱 这个部分啊 这个金属的感觉非常好 甚至有一点镜面的效果 各位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啊 我的手指还是可以反射出来的 然后身上有大量的合金的部件 比方说这个手肘这个地方啊 这里这样折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啊 这里这个地方强健的一个手臂啊 然后有一些一压管的一个设计在里头啊 比方说啊 最经典的还是腰转的部分 给各位示范一下这个腰转好了 它的腰部在旋转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裙甲这里是会动的啊 那给各位看一下 它这个裙甲是不是前后动 OK 那这个本身你还可以再稍微去调整一下形状 因为它就是会有一个抖动的一个样子 我如果从侧边给各位看 你会更能感觉到 对吧 它是一个应该是往前行走的时候会动 那后面的话裙甲后方这里 其实它后裙甲也是会跟着动的 那还有一些连动 你看到这个地方要下去 那包括腿的话呢 这个地方 按的时候呢 它这里会稍微按下去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一款的一个膝盖的话呢 非常的紧 那讲到膝盖紧 据说原版的膝盖很软 那我好像是好像是这样子就会软 但是我这个这个这个金枪不倒各位能够见识到了 但是你也看到另外一个地方很没有节奏的在摇啊 就是呢 它的这个你看这个烟囱这一块 还有前面这一块 这两片就几乎就是随便晃一下 就是风中飘摇了 那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 这个地方 这一片部件 我初拿到的时候它是掉下来的 然后不太好放回去 我用这个筷杆把它粘死 那无所谓 因为它不参与变形 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些白白 那是因为胶水渗出来 然后它的 给各位看一下 头 这个胎膏里头 脖子里头有金属的一个刻画 左右看没有问题 手臂的平举 给各位看一下 抬起来之后啊 它这个地方啊 大家都喜欢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是大量的金属部件 而且上面还有刻画 以及它这里是有一个轮子的造型在这里 各位能够看到 所以它就是车辆的感觉还是有的 然后有一个非常有能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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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power感觉的一个圆形的一个零件在这里 腹肌的话呢也是很漂亮啊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类似于是内骨骼的一个感觉 内腹肌还什么的啊 胸口就是异常的好看 它的一个胸口打开 并不是像这个 一般我们知道的OP是左右打开 它向上掀开来的 那中间这个部件也是可以打开来 博派的这个标志也是可以打开来啊 我是不知道你怎么这么大胆的 博派的标志你都弄起来了 这个挑的话呢 还是需要用到一个道具 打开之后可以看到一个领导模块在里头 这里 先开来给各位看一下 好 里头 非常漂亮的一个水蓝色的透明件 那它的一个发光的效果在哪呢 发光效果的话呢 如果是胸 它有一个是胸口跟头 触动的开关呢 分别是这里 这一块 这里 跟这一块 那我先给各位看 这是全打开 就是眼睛跟胸口都打开 那我试着关到其中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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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能够看得出来 那我如果关另外一边呢 这样眼睛就没有亮了 眼睛跟模块就不亮了 好 各位这样应该 这样好像挂掉了 对不对 快挂掉了 完全挂掉了 行了 能量充满了 你可以自己去脑补一些故事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盖起来 然后让它保持发光的状态 另外一个发光的位置呢 是膝盖 这个地方是发出红光 但是你要触动它的话呢 必须把这个膝盖的这个部分拔起来 内部这里也是有一个开关 把它推开来 它就会发出红色的光嘛 那这个电池是 替换什么电池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我是没有打算把它换掉了 那这个地方可以感觉 就是还没有发光 那我们可以把它给 拉出来 让它做出一个发光的形态 甚至于说呢 我们就现在这是一个 全部的光呢 都打开的一个形象 那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它的一个下半 胸口再看一下好了 这个前后可以动 那各位看一下 前后 这地方可以动 左右也可以再动 而它左右动的话呢 是在胸肌 这个背影是不是很好看 这每背啊 简直是帅呆了 因为很多变形精钢玩具都有背包 但是这个就是作为一个 不能不需要变形 不是说不能变形 你是不需要变形的设计来讲 它就不用在乎背包的问题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一块也是大大型的大块的这个合金部件 包括这里 这个膝盖的后方这个地方 这里包住轮胎的外面这个造型 大量的合金部件都集中在脚的下半部 然后它的一个这样子给各位看好了 你看它的可的支持力度是真的是非常好的 两腿劈开这样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前踢没有问题 后踢也没有问题 好了这样子甩好了 对不对 基本上这么沉这么重的一个家伙 支持力度真的是没有话可以挑剔 然后很重手 这里更大块的合金部件在这里 反正就是一整个沉一整个重 然后它这个也是有一个内外接地 然后鞋尖甚至是这个 这个地方当着这个鞋尖 这里也是合金部件 很重很重手的一款玩具 整体来说 它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因为光是摆pose 你就可以玩上很久 然后加上这些大量的武器 还有它本身一些基本的小联动 甚至每一支 每一个替换的手掌 可能都可以给你带来 很多不同的乐趣 那是一款非常非常具有高CP值的产品 这个真的是 这种节目做起来就是非常的为难 也不好再讲太多了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